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目前我是快递价格涨了吗 究竟为什么要涨价呢 稍后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台风卡弩昨晚加强为强热带风暴 并逐渐在靠近 我是天气会受到哪些影响 稍后我们来听一听气象台怎么说 小区一保安平平换衣服 警方一查 原来他是想遮人耳目盗窃摩托车 花大价钱买了伪号四个酒的亮号 却被运营商冻结并过户给了他人 私民法院公开审理了这期案件 接下来我们走进今天的新闻节目 随着双十一的临近 快递行业也即将进入一年中最忙碌的时间 最近一些快递企业却突然传出要涨价的消息 这其中中通运达两家快递企业 就相继在其官网上发布了客户公告 表示要调整快递价格 那么我是的快递价格有没有上涨呢 究竟为什么要涨价 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上午在湖光路上的中通快递网点 工作人员正在忙着整理刚送来的快件 现场工作人员说 虽然在中通的官网上 此前已经发布了客户公告 表示将会调整快递价格 不过到目前为止 他们还没有接到公司具体的调价通知 所以现在快递价格并没有变化 随后记者又来到了龙翔路上的运达快递网点 工作人员也表示 虽然公司总部已经宣布要涨价 但他们也没有接到相关通知 具体什么时候涨 涨多少都还不清楚 而圆通 深通等其他一些快递企业 目前价格也都没有变化 一些快递网点的工作人员说 今年以来作为快递行业不可缺少的包材 瓦楞纸箱价格同比上涨了约七成 虽然按照要求快递包装箱需要掏钱购买 不过一些电商和微商 往往会要求快递网点提供包装服务 这也无形中增大了快递网点的成本压力 有些是要我们提供 特别是那种小微商小淘宝 他就两个拿去 你帮我包一下 他把所有的成本都转加在我们身上 只要一个涨一点毛钱 我们也不得了了 我们快递特别是对电商 我们的利润本身就是几毛钱 除此之外 人工成本的上涨 也是目前快递企业面临的困境 为了能留住人 现在不少快递网点都提高了业务员的底薪 尤其是即将到来的双十一 激增的业务量 也意味着用工成本的压力会更大 人工挺多的 主要是人工方面 适当的涨程需要了 要不然快递员的压力比较大 一些快递网点的工作人员坦言 此前由于快递行业竞争激烈 不少企业都采用压低价格的方式 来抢占市场份额 现在随着液态发展成本的提升 不少快递网点都处于 增量不增收的尴尬局面 因此涨价已经是势在必行了 散客费利润会高一点 散客毕竟 但是散客毕竟少 电商量大 越大的它价格压越低 就是一个拐权 人觉得外面的 觉得我们量越大赚了会赚更多 其实不是那样回事 所以这调整也是 能调整是最好 说即使在的 涨价应该是必然的一个趋势 人工的成本啊 而且现在什么V3淘宝 记者公家杨仁杰报道 厦门经济特区 促进社会文明若干规定 10月1号起实施 行人横穿马路 驾驶机动车 不按规定避让行人等行为 都被纳入了 重点不文明行为治理清单 连日来 交警部门在执法过程中 也对清单内的不文明行为 进行了重点整治 会展中心周边车流量大 人员也较为密集 记者在这里看到 大部分机动车和行人 都能遵守规定 一些较矮的绿花带前 也设置了交通隔离设施 避免行人突然横穿马路 不过还是存在个别行人 跨越隔离带横穿主干道 不顾个人安全 穿梭在快速行驶的 机动车之间的行为 对这些违法行为 交警开举了罚单 原来基本上就是教育放行 处罚力度也是不够 这种违法行为 要现在给他处罚 罚款100元的话 力度会大一点 绝大部分他还是接受处罚 就是没有什么意义 给他处罚 还有一边给他先导教育 曾楚安农贸市场旁的龙虎山路 连接着环岛干道和成功大道 市场十字路口附近 还分布着好几个小区 在无红绿灯控制的 斑马线前 记者看到 机动车和行人之间 配合默契 机动车减速离让行人 行人斑马线上 不逗留 不息息 迅速通过 特别是像最近 进步很大的 从我本身的话 是一个行人 在斑马线上 我们能够快速通过 当司机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离让行人 不过记者看到 还是有出租车司机 在十字路口停车 上下乘客 以及斑马线前 不减速离让行人 等行为 对这些司机 交警进行了严格执法 交警部门介绍说 社会文明若干规定 实施以来 机动车不离让行人 行人违规横穿马路 以及违规停车等陋席 都有改善 接下来 他们还将继续加大 宣传教育引导力度 每周开展两到三次的 交通违法行为专项整治 推动交通文明 进一步提升 本台记者报道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今年第20号台风卡弩 已于昨晚加强为 强热带风暴 虽然卡弩确定 不会在福建沿海登陆 但随着卡弩不断靠近 受外围环流影响 我市这两天 也迎来了大风天气 除了风力加大 卡弩还会给我这天气 带来哪些影响呢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视日气象台监测显示 下午5点 今年第20号台风卡弩 已经进入24小时警戒线 位于距离我市 东偏南方向 约700多公里的海面上 进中心最大风力时期 属强热带风暴的量级 目前台风卡弩 正以每小时18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强度逐渐加强 目前 我是已经启动了 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以及大风黄色预警信号 预计卡弩将继续 向西北方向移动 逐渐向海南岛的东北部 到广东的西部 沿海靠近 受台风卡弩外围环流 和北方冷空气南下的 共同影响 这两天 我是出现了大风天气 今天夜里 我市及沿海地区 仍将出现7到10级的大风 明天白天 随着卡弩脚步 不断向西移动 我市风力将会有所减弱 另外 卡弩的外围云系 也给我是带来了少量的降水 预计在今明两天 受着卡弩外围的云系的影响 会有一次弱的降水过程 我局也将装置有力的 这个天气条件 及时开展这个人工争力作为 本月16号 我市还将迎来新一股北方冷空气 届时我市风力还会再次加大 不过新的冷空气 对我市的气温影响不大 下周 我市白天的最高气温 仍将保持在30摄氏度左右 本台记者报道 为了让残障人士更好地融入社会 昨天上午 海舱区残联开展了 残障人士文化净家庭5个1活动 来自辖区的30户残障人士家庭 参与了活动 我们一起去现场看一看 眼前这位正在写毛笔字的女士 叫杨思凡 13岁时因为高压电电机 意外失去了左臂 右手也因此落下残疾 学书贵有横 练书必有心 现在的她除了写的一首好字外 主要从事美术教学 帮助一些自闭症的小朋友 学习创作 今天来参加活动 就是想和大家一起分享 自己的成长经历 那时我也挺自卑的 然后因为画画 让我重新找回了自己 然后呢 也感觉是一种 精神上的寄托吧 也想说把我的所学的东西 跟大家一起分享 活动中 辖区的残障人士们 一起学习书法 提笔 运笔 收笔 从书法的基本功练起 共同阅读 人生不设限 分享阅读感想 很好 很好 我帮助了我们这些残障人士啊 是吧 多读书啊 读一本书 看一次电影 游一次园 参观一次展览 参加一次文化活动 五个一活动是中残联 在十三五期间 要求开展的基层残障人士 群众性文化项目 通过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让残障朋友们走出家门 感受社会的关爱和温暖 开拓视野 增强他们 主动融入社会的信心 本台记者报道 如今咱们厦门有大大小小 超过两千多家咖啡馆 咖啡馆的密集度 在全国也是名列前茅的 咖啡已经和沙茶面 铁观音一样 成为了许多厦门人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今天正值周末 您是否也想走进一间咖啡馆 品上一杯浓郁醇香的咖啡呢 这首歌是台湾艺人 为厦门所创作的 正如歌里所唱的那样 咖啡的沉香 早已融入这座城市 成为厦门最具代表性的 城市味道之一 坐在窗前捧一杯咖啡 和三五好友聊聊天 这惬意的场景 每天都在这座城市上演 随性漫步街角 不时你就能闻到一股咖啡香 在华新路 这片华侨别墅区内 一家别致的咖啡馆 三十二号 每天都吸引着不少咖啡爱好者 慕名而来 这一家咖啡馆的特别之处 在于它只提供单品咖啡 所有的咖啡不添加任何的糖奶 还坚持沿袭传统的红西湖 进行萃取 所有的人都在尽力地去还原 这个咖啡它本身应该有的氛围 一个好的咖啡馆 我们认为就是要能做出一杯好的咖啡 而我们认为精品咖啡是一杯好的咖啡 用单品的方式去喝一杯精品咖啡 是一种好的体验 除了咖啡本身 在吧台后的橱柜上摆放着造型花样各异的古词杯 值得一提的是 店里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 每个杯子都独一无二 服务员会根据每个客人的性格特点 外貌特征挑选合适的杯子 除了品尝咖啡 这间咖啡馆本身就充满韵味 四个小隔间风格各不相同 在其中较大的一间里 雍容的深蓝色调 混搭的怀旧风格 陈列着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域的老物件 腊染桌布老式缝纫机复古留声机 每一个物品都默默讲述着它的故事 舒缓的音乐成音低唱 咖啡的醇香将你包裹 在这里你可以惬意度过美妙的午后时光 到了傍晚 漫步路过后冰东三路的嘉飞咖啡 目光会不自觉被店内暖黄的灯光吸引 虽然位置稍微有些偏 但也正因为这样的偏僻 让这一家咖啡馆多了份甜淡的宁静 在这样一间小小的咖啡馆里 你可以品尝到来自世界各地的咖啡 非洲的豆子它果酸会比较明显一些 然后它会清新一点 然后花香果香比较多 中南美的话它是会综合金果啊 奶油啊这些香气 然后还有些白色小花的香 那亚洲的话它醇厚感会比较好 就是比较重一些 慵懒柔软的Bosanova 搭配红西湖欢快跳跃的火苗 空气中弥漫着主卧咖啡后 还未散去的香气 坐在落地窗前看着滑灯出上 感受厦门柔美优雅的另一面 据统计 如今厦门有大大小小2000多家咖啡馆 在榕树下屋顶的天台上 都能够找到适合喝咖啡的小店 或者您还可以前往南华路 厦门最老的咖啡一条街 在咖啡馆舒缓的背景音乐中 伴着香气品得一本好书 又或者是来到西滴 欣赏着云当湖最美的夜景 让咖啡香滋润甘涩的喉咙 沉浸其中细细品味 从而感受这座城市 咖啡般浓郁芬芳的城市性格 记者 萧欣 高志强报道 下一节你还将看到 今天清晨湖冰四里菜市场 沿街店面突然起火 消防官兵成功扑灭 欢迎回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 曾经一度让市容考评人员 头疼的祥安心虚镇的 农村环境卫生管理 在今年有了显著的变化 今天的市容询报 我们就来关注一下 多年以前 生物巡查组曾经走访过 祥安心虚镇所辖的农村 那时随处可见路边垃圾遍布的景象 垃圾点上总是滞留着 大量没能及时处理的垃圾 村庄当中时不时弥漫着恶臭味 那时也总听考评人员提起 考评指出的问题根本就没人理 农村考评成绩垫底 对于心虚镇而言就是一个常态 而经这个情况已经出现了彻底的翻转 在今年8月份 考评人员暗访抽检到心虚镇的乌山村 村庄以整洁的环境良好的管理 位居全市第一 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 从之前的明察垫底到现在的暗访第一 心虚镇通过一年多的努力 在镇政府的重视下 他们借助与东部雇费相邻的优势 投入资金增加人手 启动了垃圾止运的模式 在解决垃圾污染大问题的同时 进一步强化村荣管理 让老百姓一直实在化 就是说就像一个人 自己把脸洗干净了 感觉到就整个人就舒服了 还有就是要 可以说要起洗补也比较容易了 记者刘华报道 今天清晨5点40分左右 湖滨四里菜市场附近的 沿街店面突然起火 接到报警后 是消防支队立即调派 五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处置 起火的店面是简易的铁皮搭盖 现场明火正从铁皮搭盖的顶棚算出来 由于现场风势较大 火势蔓延很快 赶到现场的消防官兵 迅速出动两把水枪 从起火店面左右两侧 同时出水 加击火势防止蔓延 在高压水枪的压制下 现场的火势很快被控制 并冒起了大量浓烟 之后一组消防官兵 打开了店面的卷帘门 并跟进水枪 浇灭店面内部的余火 约十分钟后 现场明火被扑灭 消防官兵持续用水枪 对起火店面内部 进行清理和冷却 防止复燃 据初步统计 火载中有三家店面 不同程度受损 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目前起火原因还在调查中 本台记者和特约记者报道 一辆停在小区地下车库的摩托车 被盗走 经民警调查 锁定了一名嫌疑男子 从实施盗窃到摩托车得手期间 这名男子不停地更换衣服 正所谓家贼男房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名倒车贼 竟然就是这个小区的保安 最终 祥恩警方在接警后12小时 就将嫌疑人抓获 10月8号傍晚6点多 市民陈先生报警称 他当天上午将一辆摩托车 停在新店一小区的地下车库 下午下完后取车时 发现摩托车不见了 接警后 新店派驻送民警 立即调去案发现场监控 可是陈先生停放摩托车的位置 刚好是小区的监控死角 于是民警扩大监控范围 在反复查看视频后 当天中午 一名形迹可疑的男子 进入了民警的视线 发现一名白衣男子 经过的时候 过了差不多两分钟左右 出来变成一名红衣男子 但是他们的体态和步行呢 是相像的 我们就有点怀疑 然后在针对这名红衣男子 进行侦查的时候 发现这名红衣男子 过了一分钟 又从一个死角出来的时候 又戴了一顶帽子 在后一区侦查的时候 就发现这名红衣男子 是骑了被盗的车辆 离开了 通过追踪男子 偷车后的行车轨迹 民警发现 这名狡猾的红衣男子 在途中又换回了白色衣服 没过一会儿 还戴上了一顶黄色安全帽 由于男子对小区地形熟悉 民警分析判断 他可能是之前来这边踩过点 或者是小区内部人员 经过小区工作人员辨认 这名倒车贼和小区一名保安特征 十分相继 10月9号上午 民警在小区内将这名男子抓获 警察嫌疑男子徐某 今年35岁本地人 审讯中 徐某供述了 他利用保安身份便利 盗窃摩托车的犯罪事实 目前犯罪嫌人徐某 已被警方依法性置拘留 记者玉伯飞 杨仁杰 特约记者罗祥宁报道 花大价钱买了 伟号四个酒的量号 却被运营商冻结 并过户给了他人 为此购买人周先生 起诉了运营商 要求其将号码返还 近日私民法院 公开审理了这起案件 市民周先生 平时从事通讯业务号码经销 2015年6月 周先生花高价 向他人购买了 包括伟号四个酒的量号 在内的多个号码 并到营业厅办理了过户 将号码登记在自己名下 因为准备将号码 转卖给客户 周先生随即对这些号码 办理了停机保号业务 今年有人提出 要购买伟号四个酒的号码 周先生这才发现 这个号早在过户一个月后 就被运营商给冻结了 同年12月 运营商将号码 过户给了第三人 周先生随即将运营商 起诉到法院 但运营商却说 2015年4月到6月 犯罪分子非法倒改了 运营商的27个优质号码 周先生购买的号码 也在其中 换句话说 运营商认为 这个号码是赃物 使用权应该自动归还给运营商 对此 周先生出示了自己在营业厅 办理过户时的服务合同单据 而运营商认为 周先生办理号码过户 正在犯罪行为发生期间 他们当时不知道 诉征号码 已经被犯罪分子倒改 登记行为并非运营商 将号码交付原告 使用的真实意思 双方不存在通讯服务合同关系 最终在法院的主持下 原告与被告达成了调解协议 记者玉伯飞 杨仁杰 特别记者陈晓芬报道 广告之后 我们来共同关注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的 欢迎回来 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全市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监测结果显示 今天评价 我是空气质量的六项污染物指标 都达到了优积标准 到了晚上七点 我是空气质量指数是33 空气质量为优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随着正态环境的改善 最近中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熊猴又出现了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这种罕见的猴子 近日云南大理的云龙县曹建林场 通过用红外相机拍摄鉴定 确定了在林区里活动的猴群 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熊猴 数量大约在200只左右 猴群结构稳定 熊猴是喜马拉雅山区 和印度支那地区的特有种 生活在热带和亚日带海拔 1000到2000米的高山密林中 尤其喜欢在高大桥木上生活 主要基于季风长绿扩叶林 落叶扩叶林 熊猴的头体长51到73.5厘米 尾长15到30厘米 熊性体重6到19千克 雌性体重平均5000克 熊猴的毛色为黄灰色 暗棕色 面部深褐色或紫红色 肩膀头部和手臂颜色较浅 外貌很像猕猴 但比猕猴略微大一些 因为体型显得肥状 憨泰似熊而登名 熊猴在中国的分布区相对较小 数量远不及猕猴和短尾猴多 估计数量约8000只 前些年 熊猴数量减少的因素 主要是栖息生活的森林 被砍伐和破坏 以及被偷裂 而如今 熊猴再次出现 得益于我国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明天厦门的 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 大气污染扩散条件较好 预计明日 我是空气质量等级为 YOU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区新闻广场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